中国人权研究会15日发布 反亚裔种族歧视甚嚣尘上 坐实美国种族主义社会本质研究报告 报告揭示出 美国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 白人昂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国家 亚裔美国人同非洲裔、拉美裔原住民一样 在享有和实现人权的诸多方面 受到有形无形的歧视和侵害 报告包括美国亚裔正在遭受 越演越烈的种族主义攻击 美国亚裔被歧视、被排斥的历史仍然在延续 以及疫情大流行背景下 反亚裔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原因三个部分 报告系统论述 亚裔从历史延续到现在的种族歧视遭遇 深刻揭示了反亚裔种族歧视甚嚣尘上的原因 包括美国政客对新冠疫情的种族主义操弄 美国白人之上的种族结构与社会氛围 亚裔模范少数族裔标签的羁绊 美国种族关系的对立 美国政客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诱因 报告指出 美国亚裔正在遭受越演越烈的种族主义攻击 新冠疫情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为检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问题 提供了一个直观透明的窗口 非洲裔与拉美裔成为美国新冠疫情的直接受害者 他们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要远高于白人群体 而亚裔则不幸沦为美国新冠疫情的间接受害者 他们是伴随着疫情而日以猖獗的种族歧视言行的主要攻击目标 报告援引加州州立大学San Bernardino分校 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美国整体仇恨犯罪案件 较2019年下降了7% 然而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却激增149% 2021年第一季度 美国15个大城市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犯罪 相比2020年同一时期增长了169%